首先我们讲啊同学们 双代号视标网络 它是双代号网络的一个特例 双代号视标网络计划 是双代号网络计划的一个特例 它和双代号网络计划相比呢 有什么区别呢 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我们在绘制这个双代号网络图的时候 我们绘制双代号网络图的时候 这个界线该画多长呢 A工作时间时间 这个界线该画多长时间呢 界线该画多长啊 你想画多长就画多长 为什么呢 在双代号网络图里面 工作的持续时间 只有界线下方这个数字来决定 对吧 但是我们视标网络不一样 视标网络的啊 它的汇图规则 界线的水平长度 界线的水平长度 与工作的持续时间是成比例的 你工作持续时间越长 界线的水平投影长度就越长 这样画出来就是视标网络啊 就界线的长度和工作时间是成比例的 就是视标网络啊 所以呢 双代号视标网络 它其实就是双代号网络的一个特例啊 和双代号网络的一个特例啊 首先呢我们来看 看书 视标网络计划的定义 视标网络计划的定义呢 这个标的减免第一行的最后啊 视标网络计划中以时间线表示工作 虚间线表示虚工作 波形线表示自由是它 这的话可以考 时间线表示工作 虚间线表示虚工作 这也是考不了 这太简单了 后面这个波形线可以考 就视标网络里面 这个波形线表示什么呢 视标网络里这个波形线表示的工作的自由是它 工作的自由是它 这的话可以考 好 下面呢我们看双双号视标网络计划的特点 双双号视标网络计划的特点呢 书上写了四条 对吧 四条啊 这个主要是要求你们注意一下 就是第二条和第三条 第二条我们就来看一个啊 视标网络计划 能够在图上直接显示出 工作的各项开始与完成时间 工作的自由时差和关键线路 这的话我们要求同志们 要看懂 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讲 后面我们给大家讲啊 解视标网络 我们是要求同志们的会的 这的话你必须得看懂 视标网络计划啊 能够在图上直接显示出各项工作的 开始完成时间 自由时差和关键线路 首先啊 是这个开始和完成时间 开始和完成时间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有最早开始最早完成 有最迟开始最迟完成 时间的吧 那我们视标网络上我们能看出的是最早时间还是最迟时间的 是最早我们能看出的是最早时间还是最迟时间 视标 网络计划 一般按各个工作的什么时间编制 最早时间编制 一般就是按最早时间编制 对吧 所以那个开始和完成时间 开始和完成时间 是最早开始最早完成还是最初开始最初完成呢 我们看出的一般就是最早开始和最早完成 对吧 最早开始和最早完成 那么这个最早开始最早完成自由时差和关键线路怎么看我们都要搞懂 首先啊我们看这个开始和完成时间 我们跟刚才给大家讲了啊 是最早开始最早完成 对吧 是最早开始和最早完成 这个我们以这个网络图里面啊 第一工作 九十二 这两个节点 大家找到没有 对吧 第一工作啊 九十二这两个节点 第一工作的最早开始时间 是多少 最早开始时间很好看 为什么呢 最早开始时间 就是我们这个工作啊 开始节点对应的视标 它的开始节点对应的视标 第一工作啊 开始节点是九这个节点 九这个节点对应的视标 对吧 这个位置 第一个工作 开始节点九这个节点 对应的视标是十一还是十二呢 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啊 十一还是十二 这个问题呢 看着很简单的 有时候容易 你不小心容易出错 我来解释一下啊 再看 这是我们视标网络的时间标词 数字都喜欢写在刻度中间 在第一天 在第二天 这是很形象的 对吧 但是呢 我们在解释标网络的时候啊 工作的最早开始时间 比如说我们A工作啊 它的最早开始时间 必然对应在这个刻度线上 是这样的吧 所以我问同志们 A工作的最早开始时间 A工作最早开始时间 是一 还是二 A工作最早开始时间呢 是一 还是二呢 应该是一 你把1.5都得 1.5得了 谁都不得罪 那可不行啊 如果你要是搞不清楚的话 我就建议你这么来处理一下 怎么处理呢 你啊 把第一个刻度线 标上0 第一个刻度线啊 标上0 然后呢 把刻度中间这个数次 将有一半格 移在这个刻度线上 这样就和我们解网络的结果 完全一致 A工作的最早开始时间 A工作最早开始时间 是一 还是二 应该是一 应该是一 那我再问同志们 A工作最快什么时候开工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开始 只不过第二天上班这个时刻 我们用数字一来表示 我们后面呢 给他讲解网络的时候 他自然就会了 你这里会看就行 A工作最早开始时间 是一还是二 应该是一 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网络头里面啊 这个D工作 最早开始时间 是11 还是12 应该是11 对吧 应该是11 G工作 G工作啊 12 13这两个节点 最早开始时间 15还是16啊 应该是15 对吧 最早开始时间 比较简单 就是开始节点对的时标 那么最早完成时间 怎么看呢 最早完成时间 那就稍微啰嗦一点 最早完成时间 要看这个界线上 有没有波形线 如果界线上 没有波形线 比如说 G工作 12 13那两节点 是没有波形线的 对吧 没有波形线 他的最早完成时间 就是他在完成节点 13这个节点 对的时标 所以G工作 最早完成时间 应该是19 对吧 如果界线上有波形线的话 比如说我们D工作 D工作界线上 有波形线的 那么他最早完成时间 是不是他在完成节点 12这个节点 对的时标啊 不是 如果界线上 有波形线的话 他的最早完成时间 应该是 实践线的末端 对的时标 所以D工作的 最早完成时间 应该是实践线的末端 对的时标 应该是13 对吧 应该是13 这是最早完成时间 没有波形线 完成节点对的时标 就是最早完成时间 工作有 界线上有波形线 是实践线的末端 对的时标 就是他的最早完成时间 最早开始 最早完成 怎么看 我就给大家讲完了 另外呢 我们还可以看出 自由时差 自由时差 就是波形线的长度 这就简单了 对吧 D工作 自由时差是多少 波形线的长度是2 自由时差就是2 D工作自由时差是2 对吧 E工作 这个G工作 这个G工作 G工作有没有波形线 没有 没有波形线 自由时差就是0 对吧 这波形线的长度 界线上波形线的长度 就是工作的什么 自由时差 对吧 可以看出自由时差 这很简单吧 还可以看出关键线路 对吧 就识表网络 怎么找关键线路呢 没有波形线的线路 就是关键线路 没有波形线的线路 就是关键线路 找的时候怎么找 找的时候怎么找呢 从最后一个节点开始 从最后一个节点开始 逆着界线 向左掌 从最后一个节点开始 从最后一个节点开始 逆着界线 向左掌 一直没有波形线的线路 就是关键线路 从最后一个节点开始 逆直间线向左找 一直没有波形线的线路 就是关键线路 我们一起来找一找 最后节点 15这个节点 逆直间线向左找 没有波形线 15 13 12 11 10 7 7能到3吗 不行 7和3之间有波形线 是吧 这是波形线 7 6 5 3 2 1 这是一条吧 另外还有一条 15 14 13 12 往前可又是一条啊 所以我们这个网络图 几条关键线路 两条关键线路 有个问题问大家 我从最后一个节点开始 逆直间线向左找 没有波形线 没有波形线的线路就是关键线路 对吧 我从后往前找没有波形线 我从前往后找不也没有波形线吗 是不是这样啊 那肯定是这样的 那我为什么不从前往后找呢 从第一个节点开始 往后找 没有波形线的线路就是关键线路 我为什么不从前往后找 因为从后往前找效率高 你从前往后找找 一二四到四这没信了吧 一二三五六八九 看到没有 找到九这又没信了 对吧 所以说啊 从后往前找效率高 没有波形线的线路 就是关键线路 视频网络怎么找关键线路 必须得会 好 刚才呢 这句话呢 我们就给大家解释完了啊 视频网络可以显示 开始 完成时间 自由时差 关键线路 你必须要搞懂 怎么 怎么看开始时间 完成时间 怎么看自由时差 怎么找关键线路 都必须得会 对吧 视频网络计划的第二个特点 必须得看懂的 第三个特点啊 就了解一下 就视频网络 能不能对资源情况 进行优化调整 进行表示 可不可以啊 也可以 对吧 了解一下 另外呢 视频网络计划的 这个汇率的一般规定 还有一句话 在我们这个 双天号视频网络计划的 一般规定啊 它的第三条 第三条啊 视频网络计划需工作 必须是垂直方向的虚间线 虚工作必须是垂直方向的虚间线 有自由时差时加波形线 对吧 虚工作必须是垂线 虚工作为什么必须是垂线呢 为什么呢 因为虚工作本身存在不存在 虚工作本身不存在吗 时间是几啊 时间是零 刚才讲了啊 视频网络 见线的水平通常度 和持续时间是成比例的 虚工作时间是零 所以只能是垂线 这了解一下就行了 对吧 看看例子 双单号视频网络计划中 波形线表示什么 表示自由时差 对吧 双单号视频网络计划的特点之一是 可以在图上显示什么时间 双单号视频网络计划的特点之一是 可以看出什么时间 开始完成时间 自由时差 还可以看出什么 关键前路 我们去看看啊 可以显示开始结束时间 自由时差 但不能显示关键前路 那肯定可以显示嘛 对吧 说A不对 B 不能显示开始结束时间 那肯定错误的了 对吧 C 可以在我论书上直接显示 开始结束时间 但不能显示自由时差 关键前路 D 可以显示开始结束时间 自由时差和关键前路 那只能显示D 对吧 2017年的考试题 直接法规制 实验我计划的 不是下一步 应该是第一步 直接法 规制时标网络计划的第一步 就时标网络的绘制 有两种方法 时标网络的绘图 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直接法 一个是间接法 间接法呢 是先解网络 对吧 然后呢 按照算数的参数来绘制 这是叫间接法 直接法呢 就不用进行网络计算 直接在网络 直接啊 根据规则 绘制这个 时标网络 网络图的绘制 在我们一线考试中 网络图的绘制 是绘制网络图 因为这个呢 因为我们这个考试 都是选择题 对吧 这个可能能选择题来考 所以呢 这个能量考的多少 考的特别少 一键这么多年 时标网络图的绘制 一键三式考试 一键考这么多年啊 就2017年考了一次 这是2017年的考试题 就是一个比较生僻的实题了 对吧 已经很简单 第一步干什么呢 肯定是 定位七点接点的 七点接点啊 定位完了以后 对吧 按照阶线的长度 来画这个界线 对吧 所以答应该选 这个了解一下 不作为重要考虑 好 下列双特号 时标网络的计划中 关键线路有几条 这个必须得回 关键线路条是的判断 时标网络找关键线路 对吧 有一年的话 直接考多训理 找关键线路 怎么找呢 从最后一个节点开始 逆的节点 向左找 一直没有波络线的线路 就是关键线路 对吧 我们一起来找一找 十 逆的阶线到九这个节点 九这个节点啊 逆的阶线可以到七 也可以到八 九逆的阶线到八行吗 不行 为什么 有波络线 对吧 所以九呢 逆的阶线只能到七这个阶点 没有波络线 对吧 七这个阶点啊 请注意 到七这个阶点 在逆的阶线找的时候 就分叉了 七可以到四 也可以到六 对吧 先到四 七逆的阶线 到四这个阶点 四这个阶点呢 在逆的阶线 到二 到一 所以一二四七九十 这来线路没有波络线吧 对吧 是一条啊 那么七还可以分叉到六 对吧 分叉到六 六到八行吗 不行 为什么六到八是顺着阶线 是不是 逆的阶线啊 六只能到几啊 到五 五这个阶点呢 逆的阶线 请注意又分叉了 五这个阶点可以到二这个阶点 逆的阶线到二 也可以逆的阶线到四这个阶点 是不是 先到二啊 五逆的阶线到二 再逆的阶线到一 一 二 五 六 七 九 十 是不是一条线路啊 两条了吧 另外呢 五还可以逆的阶线呢 到四 也没有波络线到四 是不是 啊 然后呢 四再到二到一 所以呢 这一条线路啊 一二 四 五 六 七 九 十 一共几条线路啊 三条 对吧 三条关键线路 刚才这一条啊 一二 四 五 六 七 九 十 拐好几个玩的 很容易被漏掉 啊 很容易被漏掉 好 这是识标网络 下面呢 我们看这个单代号网络 啊 单代号网络 单代号网络啊 这个 它是用 节点表示工作 用间线来表示逻辑关系的 啊 用节点来表示工作 间线来表示逻辑关系 大家看啊 用个节点表示工作 用软穿表示 或者用方块表示 都可以 对吧 分三部分啊 这软穿或者方块里面呢 画两条线 分三部分 上面呢 是工作编号 中间是工作的名称 下面是工作的持续时间 对吧 节点编号 工作的名称 持续时间 比如说 二 A A 7 节点编号是2 名称是A工作 持续时间是几天呢 7天 对吧 用节点表示工作 那么这个间线是干什么的呢 表示先后关系的 表示连接 表示先后关系的 对吧 好 实际上啊 单单单号网络 更加符合人的思维习惯 你比如说啊 这个人如果对网络图一窍不通 对网络图一窍不通 我说啊 把网络图给画出来 他画出网络图 必然是单单号网络图 更加符合人的思维习惯 这个 所以说国际上 工程领域内 用的比较多的网络 是单单号 搭接网络 它能够表示复杂逻辑关系 但是我国不是这样 我国呢 职业资格考试 比较喜欢考的 还是 双单号网络 和双单号识别网络 但是呢 在我们建造式考试里面啊 单单号网络 国外里这么个 还是要求会的 要求会的 这个网络图 单单号 单单号网络图 对吧 我们看到第一个节点 第一个节点是1 节点编号是1 名称是ST ST的缩写 ST ST 时间是几 时间是0 我同学吗 时间是0 这工作的时间是0 工作的持续时间是0 说明这工作存在不存在 说明它不存在 它是个 虚工作 它是个虚工作 时间是0 时间是0 为什么有这个工作存在呢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网络图啊 B工作和C工作同时都要开工 但是按照绘图规则 只能有一个7点节点 因为B工作 C工作同时都要开始 为了满足绘图规则的约束 那么我们增加一个虚拟工作表示开始 看最后的节点啊 6非你是0 时间也是0 它也是个虚工作 是不是啊 为什么呢 因为最后有两件工作 D和E都要结束 汇图规则规定啊 只能有一个终点节点 怎么样呢 增加一个虚拟工作表示完成 说单代号网络图里面有没有虚工作 单代号网络图里面有没有虚工作 有 我们前面我记得有一道考试题 我们刚讲过的 说啊 只有双代号网络图里面有虚工作 对了错误了错误了 单代号网络图里面也可以有虚工作 单代号网络图虚工作是怎么表示的呢 是不是用虚间线来表示的 不是 因为单代号网络图是用节点表示工作的 对吧 说单代号网络图这个虚工作 是用节点来表示的 特点是时间是0 时间是0 那么 就是单代号网络图啊 就是单代号网络 单代号网络 也可以考汇图规则 我们说话也讲了汇图规则 对吧 但这个内容啊 单代号网络图的汇图规则 说话也讲了很多了 对吧 我不要求同志们再记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单代号网络图汇图规则 和双代号网络图汇图规则 基本一致 就一个区别 你汇了就行了 什么区别呢 你在133页这个单代号网络图边上 加个注释 单代号网络图中 可以有虚工作 但是没有虚间线 单代号网络图中啊 可以有虚工作 但是没有虚间线 因为我们前面都知道 双代号网络图 这个虚工作是用虚间线来表示的 是不是啊 那么单代号网络图这个虚工作 是不是也虚间线来表示啊 错误了 单代号网络图这个虚工作 是用节点来表示 特点是时间是零 它可以有虚工作 但是没有虚间线 知道了这句话 还有呢 我们前面给大家讲的双代号网络图的汇度规则 你会了 单代号网络图 汇度规则这里的试题 考试就没问题 不需要你另外再记什么 啊 我们看看例子 一键的考试题 这是个单代号网络吧 对吧 图中的错误有 我们来看看啊 有多个七年级点 七年级点 中年级点的判断 只要考的汇度规则都喜欢考 啥叫七年级点 刚刚讲过的 什么叫七年级点呢 没有箭头指向的 对吧 只有引出间线 没有箭头指向的 什么叫中立级点 只有箭头指向 没有引出间线的 对吧 好 我们来看看啊 多个七年级点 找找 没有箭头指向的 啊 A这个级点 有没有箭头指向 没有吧 七年级点 B这个级点 有没有箭头指向 没有吧 七年级点 几个七年级点 两个 对的错误的 错误的 只能有一个七年级点 对吧 所以呢 A 圆上 B 有多余序线 单代号我来说 有没有序线 没有 可以 虚工作 特点是时间是零 对吧 他那有没有序线 单代号我来说 没有序线 所以B 圆上 单代号我来说 是不可能 在这个序线 对吧 错误的 C 出现交叉界线 来 交叉了 看 这不有交叉吗 这两个界线有交叉 这个请注意 交叉能不能算错 我们讲的 我们应该尽量避免交叉 不宜交叉 尽量避免交叉 但是交叉不能算错 我非得交叉 不能算错 有人说 郭老师 他那个交叉 没有使用过桥法 也没有使用指向法 那只能说 你绘图不是很严谨 但不能算错 你要说错 就比较勉强 说C 从谨慎的角度来说 不能选 交叉是可以的 可以的 只不过 但是他没有使用过桥法 也没有使用指向法 但是不能算错 所以C不能选 因为是不宜交叉 对吧 D 没有中间界点 有没有中间界点 有啊 没有引诸界线 不有中间界点吗 对吧 所以D也不能选 E 循环回路 循环回路怎么找 看有没有指向左方的界线 我们这里有吗 没有 没有指向左方的界线 肯定没有循环回路 有指向左方的界线 你要看一看 你的界线走向是不是个川 对吧 我们这里有没有循环回路 没有 所以答案只能去 A和B